委員很多,所以我們中午不休息,繼續開會 除了吃飯休息 主席,立恩同仁,是不是可以請一下我們陳主委 好,請一下我們主委 徐委員好 主委好,我想剛才臨時提案,主委也有聽到了 就針對我們這次受到這個進口水果的關稅減半的問題 本席也以為說真的要好好的就針對這個部分來思考我們本身果農的利益 那麼我想過去主委也好,立屆的主委好 對於我們這個福島處,還有農糧署等這些單位 對於我們苗栗的農民的這個關照 讓我們的這個卓蘭,大湖,甚至沙漫等地區出產的水果 也很多的支持協助之外,真的是表示高度的感謝跟肯定 但是呢,這個像這次有包括這個田桃啦 奇異果等進口的水果 在六日起就要這個關稅減半 那這種情況之下,是不是也會影響到我們 不管苗栗,全國這些農特產品的這個出入 它現在的這個技術啊,你進來以後,放個半年啊 這個恆溫之下,都可以保持它的新鮮度 那相對的,馬上這個農曆年又到了 它拖拖拖拖到這個過年的時候來大量的銷售 影響到我們的這個本土的這個農特產品 我想這個部分啊,真的是不是要考量 請做整個一個通盤性的一個這個總量管制 來保障我們台灣農民的這個一個權益 是,我們不會讓這個國產的水果啊,受到這個影響 這三種水果都是我們經常在進口的水果 那至於說它的保存期限呢 因為產期的關係啊,保存期限沒有辦法啊 那麼久,為什麼我們會把機動關稅減半 兩個月的時間就是考慮到啊,在十一月以後 我們的國產的柑橘類就會進入產期 還有我們台中的香蕉就會進入產期 就用這種方式呢,來稍微能夠穩定一下 我們消費者的物價 特別在水果這一塊,一直都是居高不下 以上報告,我們一定會遵照委員的建議呢 對於國產的水果呢,來全力的來維護 所以我想說能夠讓消費者吃到便宜 又甜美的這個水果,增加健康之外 那農民的權益啊,可能我們也要去考量 這個部分可能真的要好好的列管 第二個,就教育一下我們主委 就是過去啊,我們也一直在推 希望年輕人返鄉來當農夫 那這種情況之下,有一分自有地 或者是兩分的這個陳豬 只要有豬菸,就可以納入這個農保 那這種的情況之下 又因為過去啊,有所謂三七五檢豬啦 這個,那些種種的問題 造成了這些想要真正回鄉去耕作的這些年輕人 也沒有辦法拿到這個出約 那相對的,他就沒辦法加保 這是不是會影響到這個,我們年輕人啊 返鄉來耕種錢的這個意願 我想這個委員剛剛所提的 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活化修耕地的原因 這個土地不出租,除了三七五檢豬的顧慮之外 你的修耕補貼一直是一公頃每年九萬塊 造成了年輕農民要租地的成本也很高 對於我們整體的農業生產的環境也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希望從二十萬公頃的修耕裡面 去把五萬公頃,年修的部分把它 這個降為一期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的這個修耕的收入就是變成四萬五 那當然對於完全沒有能力的老農 我們會有一到兩年的緩衝期來處理這一塊 那對於他要出租的部分 年輕農民也比較容易能夠獲得這個土地 同時對於小地圖大電農租地的部分 我們把G7年擴大 那未來規定這個小地圖大電農 G7年從八十二年以後 不再是現在的九五九六 我們的區塊就能夠完整 那這個有助於年輕跟大規模化的經營 那這些配套措施我們都已經考慮到了 對啊,所以我想農委會竟然一直在大力推著所謂飄鳥的計劃 成效好不好我也不曉得 但是我想鼓勵年輕人返鄉去從事農作物的工作 我想這個部分會培養出更多刻苦耐勞的一個精神 我想這個部分可能也要好好的去加強輔導 但先決的條件就是剛才我講的 因為三七五檢出了 以前的那些政策造成了很多的地主不願意有出的 到時候我租給人有這個證據在白紙黑字以後 變成以後成為地主的一個負擔 這個部分當然也要兼顧到很多的假農民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也要耗得給年輕人來活化 這個部分 第三個就請教一下 就莫拉颱風過後 在今年所謂的農路的部分 已經這個計劃停掉了吧 那我想這個部分可能貴委員會 農委會是不是就針對這個部分 要好好的再重新考量 很多的地方政府 把你們的農入的這個配合款 來當農入的這個補助經費 拿去當新幣道路或者其他的這個一個配合款 這樣這個部分 主委是不是也要建議金建惠 好好的再次的來審慎評估 農路真的是對於我們地方上的 像產業道路等等 這個水果進出都非常重要的 是我想跟委員報告 在過去的農路 98年到100年我們有協助地方政府 101年起啊 農路照財化法的規定 是把這個經費 回到縣政府去做 那後來很多委員關切這個事情 那事實上 我們農村的農民 也急需去做這一些 運輸農產品的道路 所以我們已經報行政院 從102年到105年 第二期 我們會有40億的這個經費 所以我們希望從明年開始 就制度化的 能夠將農路呢 列入整個農村的這一個 重大的需求 那另外呢 我們請這個 農村再生計畫裡面 對於產業的部分 結合的部分呢 我們也希望呢 能夠有一些 對於產業發展 在農村再生的這一塊裡面呢 能夠有一些 這個 抑注 那總之這個議題啊 朝野的立委都非常的關切 農民也非常的需要 這樣子 所以我們會來 照這樣子來推動 好 謝謝主委 我想這個部分啊 農路真的非常重要 是農民的賴以為生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 這個交通的 這個 要讓它更平成的 水果啊 坑坑洞洞啊 當軍下來啊 已經爆笑一半了 這個重要性啊 希望能夠給我們一起來支持 那相對的 我也要高度的肯定我們水保局 過去對於我們苗栗的支持 不管之山防風啊 這個 博侃啊 農路改善等等 尤其 我們苗栗 可以說是一個山多的地方 經常啊 就有很多的這些的 必須要去修補的 這個工作 那相對的 這個農村再生啊 也給我們苗栗 很大的這個一個益助 這點啊 也要代表苗栗 向主委跟水保局表示感謝 那相對的 我想要請教的說 馬上 過了年以後 我就想到這個植樹節 那麼 每年我們這個 這個植樹節也好 或者 曼藤的這個一個 這個 這個 切除等等 這個集長都親力親為 親自的去主持去 去關心 所以我今天有在想到的是說 大家都很認真的去做這個 這個百年樹人 這個種樹的一個大責任 就讓我想到說 我們是不是來規劃 像永和山水庫 自來水公司啊 我也跟他談過 三番鄉公所 他是 他是 這個土地所有人 他希望 在這個永和山水庫啊 來 廣執 來廣執這個 煙花 為什麼 因為 日本的煙花你如果有去的話 你這個 他會關子 那相對 他們日本人都很喜歡 我想 這個部分啊 如果我們永和山能夠種個 幾千豬下去的話 那 十年 二十年以後 也是微微奇觀 那 讓三番 呃 我們 我們 林務局來主導這個案子 把樹苗種下去以後 然後 交給這個 三番鄉公所去管理的話 我想 未來啊 三番是成為 這個櫻花之都啊 我看 也不必去日本了 在我們 呃 這個 台灣在我們的苗栗界 我可以看到 因為我不曉得 呃 這個主委跟機長的看法怎麼樣 我想我們會 朝這個方向來努力齁 因為 在農村裡面把它變成一個景觀啊 啊 在林業方面呢 我們也可以做一些貢獻 那 可能 這個請林務局啊 再到當地去實際去看查 也並不是每一個地方都可以 完全 啊 可以去種植 因為櫻花 這個這個在地區性跟 維度上面啊 有它的限制 所以我們林務局會去 這樣子好不好 我是不是 呃 找個時間 請有關 呃 有關單位齁 局長 我們一起來就針對這個案子來做個協商 好 可行的話我想認為 因為櫻花山水庫本來就是 監禁休閒觀光的這個 一個一個水庫 好不好 這個部分 拜託 呃 機長來大力支持 另外就是 請教 現在美牛已經開始進口了 那 呃 呃 我看也沒有預期的 那麼好 那我不曉得 未來在牛豬分離啦 還有這個 所有的 呃 境內外的管制上 齁 是不是還有 有更好的一個作為 讓我們國人 呃 大家都已經 把這個案子都已經 通過了以後 讓國人吃出健康 是 後續有沒有什麼特別的那個 我想我們還是會按照原來的行政院的政策 去維持我們的做法 好 謝謝 謝謝主委